我要從你的押金去扣 因為我要讓我的房間回覆到 原來我可以租給下面那個人 所以我不要租給你的押金頭去扣 這是基本上房東會給你收押金 主要的用益在這裡 那我就假設說這個押金房東就是很信任你 假設知道你不會把他的房子搞得亂七八糟的話 那我說押金呢 未來可以抵你的那個租金 所以最後兩個月你可以不用付租金 那這個押金是不是最後就是你的租金了 一樣的道理啦 所以意思說雖然你不用付租金 但是事實上還是什麼 還是有租金存在 只是他的行事上的意思是押金的押金 就像這個例子一樣 雖然沒有利息 我建一個以前無息的 你不用付我利息 但是天下沒有白癡的午餐 好 我建以前你拿到 你無息拿到五十萬 那你要付出什麼 你要比較便宜的東西賣給我 你會可能賣給你那個 可能每個單位是賣那個五十五塊 比較賣給我五十塊 好 但是我沒有收到利息 我雖然用付五十塊去買一個單位 但是事實上我是犧牲我的利息 去取得比較便宜的 所以我要用反映出真正的價值 所以我把沒有收到的利息的金額 就反映在我的買的商品裡面 就買進來的商品的存貨成本 我也是一個單位五十塊 所以這個例子你自己看一下 這是私利器的例子 好 那因為我們要留點時間 來跟大家檢討一下上次的討罪 好 先看一下是OK的嗎 好 這個今天所講的 好 請你們去好好地練習一下 戶若尾 戶若尾 戶若方 好 那我們很快地把上次的檔案 然後配分跟大家講一下 看看有沒有什麼 第一個單修心 比較在意的是有沒有 不清楚不想大家的結果 我的考試呢 你就讓大家知道 你這樣給大家的考試 好 那我們也先看看有沒有改錯 或者是你們分數進貨的地方 第一題用的是第一大題選擇 你用的十一題 每一題兩份最總共是12分 答案是C D C D C A 好 再一次 1到5 D C D C 好 第六題開始 到第十題 到第十題 A A C B C 再一次 6到10 A C B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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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後一題嗎 第三題嗎 第三題 B B 好 再一次 D C B C C A A C D C B C B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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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X8年有四個數字 每個數字兩分 但是如果X8年呢 你的庭列單位合計起來寫一萬三 我也跟你分數分給四五分 假設我裡面是算對的 所以如果你的庭列單位 X8年是寫 所以利益一萬三 就是四分 好 所以第一大題的總分有十四分 好 第二題 非選擇題的第二題 一共有四個方案 好 但是我當初也請你把每一個方案的金額都算出來才給分 所以第二個方案 它的金額限值就是六萬零三百九十二 第三個方案是五萬七千一百二十 第四個方案是六萬兩千五百零三 好 所以三個方案就是 因為第一個方案是六萬五千的中效 所以第二 第三 第四 三個方案的金額算出來各兩分 那最後答案要選擇方案一 金額六萬四五 這個數字 這個答案四五分 好 所以第二題的總分也是十 總分十一分 好 那再來第三題 好 三跟四呢都是課門裡面的題目啦 第三題是 資產付代表嗎? 好 先想說第三題是資產付代表 好 講說第三題就是資產付代表補客公司這個意思 好 第三題應該是這個 這個表頭補客公司資產付代表 差九年十二月三型號這個表頭兩分 好 所以呢 你要寫表頭的話這兩分就沒了 好 待會你列到的數字 好 這個 各兩分 好 流動資產五萬八千七百 長期投資一萬八千三百 活動產廠房及設備四萬七千 無形資產一萬零九百 流動負債兩萬五千六百 非流動負債四萬兩千一百 好 五百兩萬三千 資本公司三萬八千兩萬八千三百 好 有些同學呢 把股本跟資本公司 因為他的寫法是 譬如說 特別股 然後後面就寫特別股一槍 所以如果你把它寫起來 合計起來是那個投入資本 好 也可以 對 只要你把這兩個數字 好 我們看一下 如果兩萬三千加兩萬八千 三百是五萬一千三百 好 如果你寫投入資本 五萬一千三百也可以對 那這個數字就四分 保留英雲一萬六千兩分 好 然後呢 累積其他綜合損益一萬一千三兩分 負債股也一千四 好 這是有沒有報告沒有關係的 你自己清楚就好 然後呢 負債跟權益的總金額 十三萬四千九百 好 所以所有剛剛列到的數字都兩 還沒開始 還沒開始 好 表頭 普克公司資產負債表 差九年十二月三十一號 這個表頭兩分 好 接下來裡面呢很多細項呢 我們足以算 所以第一個 不要你分類嘛 流動資產兩萬八千七百兩分 長期投資一萬八千三百兩分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四萬七千兩分 無形資產一萬零九百兩分 流動負債兩萬五千六百兩分 非流動負債四萬兩千一百兩分 好 權益的部分 五分兩萬三千 資本公積兩萬八千三百 那如果你把這兩個數字合起來寫成五萬一千三百 投入資本的話也可以對 就是四分 所以這兩個分態算是最後兩分 保留益於一萬六兩分 好 其他權益的項目裡 累計其他公和損益一千三兩分 庫長股一千四兩分 好 那最後的合計呢 負債及權益的總金額是十三萬四千九百兩分 好 這一題是特本裡面的題目 好 再來第四題 所以這一題呢 一共是二十六分 好 第四題 它是寫部分的綜合水利表 所以呢 我的表頭的部分就不積分了 好 從哪裡開始積分呢 好 請進一聽 其他綜合水利往下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好 是二十三萬七千五百兩分 未實現資產重估增值七萬五千兩分 外幣換算調整數十三萬五千兩分 分期綜合水利八十七萬兩千五百兩分 好 第二個部分是有關於它的資產負債的部分 五百四百萬兩分 資本攻擊兩百萬兩分 保留英雲兩百二十五萬兩分 以及其他綜合水利十二萬七千五百兩分 所以權益的合計數八十八百一十二萬兩千五百兩分 所以第四題的總分總分十八分 好 第五題 好 第五題 好 第五題呢就是 好 第五題呢就是 好 第五題呢是第一章的多分 所以一二三四五呢分別是 K B B I J G 再一次 K B I J G 再一次 K B I J G 各兩三次 這一組十 好 前面有什麼問題 好 都沒有問題的話 資產付...對不起 我剛剛把那個結束 因為下次我們來講應收賬款的融資的部分 所以195頁的應收票據的文章跟表達 應收賬款反向的表達跟介入 195頁的底下你自己也去看一看 好 最後我們來點一下文章 好 今天看起來